今天教大家做一道酒店非常热销的一道菜 荷包豆腐 学会了在家你也是大厨 第一步准备一块不老不嫩的豆腐 用刀给它切成厚片 切好的豆腐先放入一个干净的碗中备用 接下来我们准备100克的瘦肉 用刀给它剁成肉末 剁好的肉末先放入一个干净的碗中 再放入少许的生姜末 少许的胡椒粉 少许的鸡精 少许的盐调味 再放入少许的料酒去腥 再放入5克的玉米淀粉 用筷子给里面的调料一起搅拌均匀 搅拌至像我碗中这么粘稠 先放一旁备用 再准备一个干净的碗打入几个鸡蛋 有条件一点的朋友也可以用土鸡蛋来代替 再准备一双筷子给鸡蛋打散 接下来我们准备一个平底锅 把鸡蛋液倒入平底锅中摊蛋皮 蛋皮我们在摊的过程中不需要摊得太厚 一份荷包豆腐需要摊5张蛋皮 摊好的蛋皮先放入一个干净的碗中备用 接下来我们再准备一张蛋皮 用刀从中间给它切开 再准备半张蛋皮放在盘子中铺平 摆上一块提前切好的豆腐 再给提前调好味的肉馅铺在豆腐上面 再用蛋皮给肉馅和豆腐一起包起来 包的过程中大家可以看着我的手法 另外一头不需要封口的 包好的荷包豆腐先放入一个干净的碗中备用 接下来我们准备一个黑色的包 放入提前切好的洋葱丝 再给洋葱丝上面垫一片竹垫 把提前包好的荷包豆腐一个一个的摆在竹垫上面 和大家讲解一下荷包豆腐另外一头 为什么我们没有封口 因为这样在煮的过程中更加入味 摆放整齐的荷包豆腐先放入砂锅中备用 接下来我们准备一个干净的碗 放入25克的六月鲜黄豆酱 再放入20克的蚝油 5克的生抽 2克的白糖 1克的鸡精 200克的清水 用勺子给里面的调料一起调拌均匀 调好的汁倒入我们提前摆好的荷包豆腐里面 再放入20克的食用油 这样在煮的过程中才不容易糊底 开中火盖上盖子煮5分钟 5分钟已经到了 打开砂锅的那一刻味道特别香 再放入少许的小米辣椒 不喜欢吃辣椒的朋友 小米辣椒也可以不放 最后上面再撒上少许的葱花 一道非常好吃的荷包豆腐 我们就做好了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